嗨 各位豆粉們 你們好 伯論你吃紅豆綠豆大紅豆 不會吃好你的青春豆 我是莊彥醫師 我是美上美整形外科陳根醫師 我們今天要來講說年輕人他眼下 你今天沒有老花 你今天只有24歲 35歲之間 然後眼周那個皮膚還是非常非常的年輕 可是你就是覺得眼下就是多出好多紋 那這一些紋到底是什麼 今天我們這集來告訴你 第一個紋呢 其實它就是我們所謂的 臥蠶 臥蠶呢 它是我們眼下一塊突起 那它其實是這些紋紋裡面一個號的 它通常是在我們笑的時候會出現 所以如果說我們有這個臥蠶 看起來表情會比較生動 那它其實是一個眼下小肌肉的動作 招桃花 對不對 對對對 桃花眼 第二個呢 其實它就是我們所謂的眼袋 眼袋不是老年人才有的專利 有那種天生型的眼袋 先天性眼袋就是比較年輕的時候就看得到了 所以它一樣會有一個飽滿的臥蠶 然後一點點淚溝 通常這一點點臥蠶不會造成我們不好看 但是如果說有這個突出的眼袋 它會加重這個淚溝的視覺 讓黑眼圈變得更明顯 對之女王的金智緣 它其實就有一點點先天性的眼袋 但是我們不會覺得它看起來很憔悴啦 或是很累 原因是因為它旁邊的支撐很好 第三個原因呢 其實它就是淚溝 它的成因是一個自然的韌帶結構 它是皮膚連接到骨頭上 有時候我們這個淚溝會延伸到外側 相對的就是跟另外一些 老花啦下垂的組織比較有關 例如說年輕型的淚溝 其實我並不主張去把它打掉 因為它並不會造成 你看起來比較老或是比較疲憊 例如說我們今天講張博智好了 上面是超美的對不對 它二十幾歲超美的 但是你有看到它的淚溝嗎 最後一個呢 其實是眼周的小細紋 你是一個二十幾歲 眼周小細紋 它其實它根本不是皺紋 它是跟臥蠶是有關係的 因為這個臥蠶那麼瘋 你的眼球會轉動 然後上下左右轉動 它就會像折子一樣 它就會有兩條紋路 這樣子的紋路 其實沒有辦法靠磨皮啊 打雷射去改變 每天眼球都在轉動 所以你無論如何 你再怎麼去磨平它 它都沒有辦法改善 所以呢 第一個 臥蠶需要改變嗎 要保留 要加強 甚至還有那個 玻尿酸可以打在那邊 臥蠶能夠變得更大 第二個就是眼袋了 眼袋我們可不可以改變 我們在美上美皮膚科 請問一下美上美皮膚科 最有名的一台雷射叫做什麼 U-T雷射 我們二月的時候有去香港 看人家怎麼開 好 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一開始覺得 啊 什麼雷射去做眼袋 我覺得就是一樣的事嘛 我就覺得是一個噱頭而已 但是呢 我這次就是有興趣看 一位香港蠻資深的醫師 他已經這樣做很久了 當我親眼看到他這樣做 他就是 非常精確明確 然後非常輕輕的 把那個眼袋分開的時候 這是跟電燒傳統手術 完全不一樣的境界 完全沒有動到其他正常的組織 其他的腫障啦 一些流血等等 不嚴重然後就這樣完成了 我就是覺得 大開眼界 因為這個是傳統手術 或是電燒做不到 傳統上的治療 會用手術刀啦 會用電燒 它可能會造成一些 語氣音樂學的程度比較多 甚至還有一些周圍腫脹 不可避免的狀況 如果是先天形的眼袋 我們確認好了 就是脂肪過多的問題 那就很適合做這個 UP雷射的手術 因為我們不需要 特別去動一些 沒什麼問題的地方 然後我們把多餘的脂肪 適度的移除 也不會影響到其他的部位 這樣是一個蠻適合的治療 所以他手術時間變少 對 因為年輕嘛 他所需要修補的並不多 然後真的就是 剝一個小洞 然後把脂肪夾出來 他也沒有任何的trauma 然後 就好啦 想要知道更多 UP開眼袋的知識嗎 按讚分享 按起小鈴鐺 掰掰